萧炎与邪修对峙 气氛凝重 萧炎能感受到邪修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那是一种非常诡异的力量 邪修的脸庞在炽热的空间中显得扭曲不清 她的话语如同幽灵般飘忽不定 让萧炎感到一种莫名的诧异 你认识我 萧炎的声音带着一丝疑惑好奇 她的目光紧紧盯着邪修 试图从对方的眼神中寻找答案 邪修的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意 那笑容仿佛能够穿透人心 直达神魂的深处 现在不必知道 因为邪修的话突然中断 萧炎感觉到一阵强烈的能量波动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邪修的气息变得更加深不可测 仿佛她身后隐藏着一个无底的深渊 随时准备吞噬一切 萧炎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后退几步 她的内心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邪修的目光如同锐利的刀刃 切割着萧炎的意志 让她感到自己仿佛赤裸裸地暴露在对方面前 你的气息改变了 萧炎轻轻地吐出这句话 她的声音中充满了警惕和疑惑 邪修没有回应 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周围的景物似乎也随着邪修的气息而变得扭曲 当然 刚刚邪修那转眼即逝的气息也被内塔之主感应 毕竟 它乃是仅次于单神塔塔主的存在 那个邪修 刚刚那股气息 为何如此的诡异 此时 内塔之主也是微微皱起眉头地望着下方的邪修 这个人给她的感觉十分诡异 甚至带着一丝危险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场中的萧炎目光凝视邪修 她必须小心应对 因为眼前的邪修 可能是一个她从未遇见过的强大对手 她深吸一口气 凝聚起自己的力量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空气中电光火石般的紧张氛围 让这场未知的对决 充满了悬念和危险 而后 邪修便是走到自己的炼药台上 开始接下来的炼药 诡异的笑容凝固在她的脸上 仿佛是危险的预兆 又似乎是阴谋的序幕 她缓慢地伸手 触摸着黑火 黑火照亮了她眼中的狂热 随着她的动作 一股奇异的香气 开始在空气中凝聚 那是灵草药材 在炽热中释放出的精华 邪修的手法娴熟而精准 每一步都透露出她身后的炼丹功底 随着丹炉中药物的慢慢融化凝聚 奇异的光芒 而是各自专注在自己的炼丹上 在诸多火光映照下 每一张脸都被染上了一层橘红色的光辉 他们的神情无比专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丹炉中的光芒越发强烈 隐隐有奇异之声从炉中传出 仿佛炼丹炉中的丹药已达到了极致 极带突破 邪修嘴角的笑意却更加浓厚 显然享受着整个挑战的过程 如果再细致一点观察的话 这一场炼神丹大会根本不是她的挑战 而是带着目的前来 下方邪修的一举一动 都被内塔之主看在眼里 愈发地觉得 这位邪修来者不善 特别是刚刚的气息 以及他所使用的诡异黑火 简直是他都很少见的存在 更像是一道魔火 而且 现在的邪修仿佛不再隐藏炼药之术 将他那对炼药之道的理解 很轻松地炼制出高阶丹药 这简直已经超越了在场的所有参赛者的炼药术 甚至已经达到了神之七品以上的炼药之术 为何如此高超的炼药术 会前来丹神塔参加炼神丹大会 这一系列的疑惑 都在内塔之主的心中不断浮现出来 在他眉头紧皱那刻 另一处的炼药台上 爆发出耀眼夺目的火焰光芒 萧炎立于众目睽睽之下 双手翻转间 两道火焰应他召唤而出 炫白之火 如同凤凰斩翅 舞动着轻盈而高贵的火焰 透出纯净而神圣的气息 而那混色之火 则宛如混沌初开 火光之中藏着三彩斑斓 仿佛包含了万物的精华 他那霸道而神秘的威势 令旁观者心神颤抖 两种火焰的出现 让现场的气氛 顿时达到了废点 周围的炼药师们 有的面露惊疑 有的眼含震惊与敬畏 他们的呼吸几乎停滞 全神贯注地观察着 萧炎施展出来的三昧神火 而那些在观看台上等候的众人 则是喉咙滚动 目不转睛 心中暗自惊叹于 萧炎所展现出另一道火焰 突然间 混色之火爆 发出了更加强烈的光芒 似乎要将四周的空间都照亮 众人只觉得 眼前一片璀璨 几乎要被这突如其来的光辉 灼伤双眼 然而萧炎却是神色不变 他轻轻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挥手一洒 那混色之火 顿时收敛了一丝 变回了一团火焰 投射在炼丹炉中 而在观看台上 那些平日里 难得一见的内塔大师级人物 此刻也纷纷站起身来 特别是那位大师兄 凝视着那萧炎刚刚手中的 两道迥异的火焰 在他的脸上 写满了震撼与不幸 刚刚那道火焰 也是神火 大师兄显然有些失控 他不敢相信 为何一个人的身上 能拥有如此多的火焰 而且还是神火 在大师兄震惊之余的同时 那十位四品药神 都是纷纷神色一变 他们瞪大了眼睛 看着眼前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能够收服一道神火 就已经是自身的极限 这家伙竟然同时拥有两道神火 这样的事情传出来 任谁谁都不会相信 可是 萧炎拥有两道神火的事情 则是他们亲眼所见 根本错不了 现在的他们不再觉得 萧炎只是一品药神 而是堪比他们四品药神的存在 两道神火 必定可以炼制出 高阶的神之四品丹药 这就是神火的恐怖 不仅获得后 可以提升自己的强大实力 更是可以利用神火的特性 炼制出更加完美精纯的高阶丹药 那家伙的身上 竟然有两道神火 神罗店的帕加罗对于萧炎也是多了一份好奇 此人能够拥有两道神火 竟然没有被神火吞噬 反而对于火道的领悟如此之深 萧炎的可怕天赋 被帕加罗尽收眼底 心里面对萧炎 这个人也是多了一份关注 原本以为 自己是这一场比赛中 对于火焰的掌控是最强者 结果突然之冒出来的萧炎 更是可怕至极 两道神火别说是他 就算是他们的神罗店店主 都无法做到 将两道神火收服于体内 甚至可以做到 不被神火反噬的效果 在场中弥漫着灵草药材 被剧烈断烧后的香气 那是炼药过程中独有的味道 众人都在此刻知道了 眼前这位年轻的炼药师 所掌握的 不仅仅是火焰的精妙操控 更是将三昧神火的精髓 发挥到极致 萧炎的成就 不仅让在场的炼药师们感到自卑 更让他们对这位后期之秀 充满了羡慕 在这短暂的寂静中 众人仿佛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 伟大炼药师 正在冉冉升起 时间越来越进入比赛的尾声 如今不管是一品药神 还是二品药神 都已经离场 那么 在一品药神的行列中 只剩下了萧炎一人 还在坚持地炼制着 属于他的高阶丹药 萧炎站在炼药台前 神色凝重 他的双眼闪烁着 与火光相应的坚定之色 从刚刚那些四品药神 所炼制的晶莹剔透 散发出迷人光泽的丹药 此刻排列在品尾的台面上 仿若一颗颗凝固的能量源泉 让得萧炎不得不惊叹 于丹药的高阶精纯 萧炎知道 要超越这些出自四品药神的杰作 他必须凝聚出更高品阶 以及精纯的神之丹药 只有这样 他才能够有机会 成为炼神丹大会的第一名 他深吸一口气 双手忽然掐绝 两道火焰在他的指尖 不断持续地跃出 一道炫白色 一道混色 它们在空气中交织 翻滚 形成一个火焰的漩涡 这漩涡中 蕴含着强大的能量 仿佛能吞噬一切 又仿佛能赋予万物生命 萧炎将守置于漩涡之中 感受到灵草药材在火焰中舞动 它们在火焰的洗礼下 渐渐释放出更为纯粹的精华 两道神火释放出耀眼的光芒 仿佛要将四周的黑暗全都驱散 随着两道神火的出现 周围的空气似乎为之一阵 一种难以言喻的能量波动 自火焰中爆发 直冲云霄 天地间的灵气 仿佛被这股神火力量所引动 从四面八方蜂涌而来 它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聚融合 最终化作一股强大的灵气潮流 汹涌澎湃地汇入萧炎的两道神火之中 神火因灵气的加入 而变得更加旺盛 光芒四射 宛如白昼之星 并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萧炎的脸庞上掠过一丝满意的神色 它知道 这是成功的第一步 天地灵气与精华的完美结合 炼丹炉内 药香四溢 火焰的温度和纯净度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萧炎的眼中 闪过一丝坚定 有了这些天地灵气的加持 它所炼制的丹药 必将品质超凡 精纯无比 它的双手准确无误地 打出了炼丹所需的每一个手势 每一道灵纹 每一个节奏 都显得分外沉稳而从容 全场陷入了令人窒息的寂静之中 每个人都在默默地注视着萧炎的一举一动 感受着它与火焰之间的奇妙联系 在这安静 而又庄严的氛围中 它们仿佛被卷入了一个 独立于世界之外的炼药空间 唯有萧炎的每一个呼吸 每一次手指的跳动 成为了这个空间里唯一的声音和律动 在萧炎加入了三昧神火后 它的炼药术 都是得到了精进许多 另一边的邪修 也是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它它的呼吸变得伸长而缓慢 它的双眼紧闭 双手念动着诡异的咒语 在炼丹炉内 炼丹炉内射出一道黑光 一枚乌黑的丹药缓缓地飞出 悬浮在邪修的掌心之上 这枚丹药通体漆黑 仿佛吞噬了周围的光线 似到神秘的丹纹里 在丹药表面游走 宛如活物一般 它散发出的丹药独有的丹香之气 它不同于其他丹药 丹药那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如同来自黑暗深渊中的呼唤 让在场的每个人 都感受到了一种神魂上的站立 邪修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这一刻终于到来 这枚丹药不仅凝聚了它的心血和修为 更蕴含着无尽的诡异力量 它轻轻将丹药收入专门的玉瓶之中 玉瓶上泛起淡淡的黑芒 似乎在与丹药的力量相呼应 周围的人群早已陷入了震惊之中 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骇然之色 这邪修的炼药师 竟然炼制出了如此诡异的丹药 在邪修炼丹的期间 那所散发出来的强大气息 和展现出来的炼药之术 都被所有人看在眼中 他们震惊邪修的炼药之术 简直无法复制的炼药术 就连那数十位四品药神看了 都暗自扎舌 就连帕加罗这样的天赋型炼药师 都在其身上 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威亚 此时 他们看着邪修的背影 仿佛那道背影 在宣告着一位新的丹道 药神诞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 火焰逐渐稳定 丹香愈发浓郁 萧炼脸上浮现出 一抹满意的微笑 这是丹药凝聚成功的前奏 萧炼的身体微微前倾 准备迎接那即将诞生的炼丹杰作 在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紧紧锁定在萧炼身上 等待着奇迹的出现 在萧炼的双目紧闭之际 他手中换须地炎神火 与三昧神火交织 爆发出一股震天动地的威力 众人屏息凝视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仿佛连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 炼丹炼在他的身前不断地颤抖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碎裂声 炉盖四分五裂 飞散在空中 煞时 幻道光芒从破碎的炼丹炼中 冲天而起 汇聚成一颗圆润如玉 散发神圣气息的丹药 这枚丹药在空中缓缓旋转 其表面流转着绚丽的光泽 缓入夜空中最亮的星辰 颖得在场中人纷纷震惊赞叹 丹香浓郁无比 穿透众人的鼻腔 齿底肺腑 令人心旷神疑 仿佛连神魂都得到了异样的进化